这是第65问到第68问,稍微短一点,我们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接着这个称义而来的,突然发现了有回音。 开了开了,好吧,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我们今天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我们65问到68问,好吧。 65问,我来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回答,好吧。 我们既然唯独借着信心与基督和他一切的益处有份,这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呢? 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在我们心里生发信心,并借着圣灵的施行来兼顾他。 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可见的神圣标记和印证。 圣灵由上帝设立,通过使用他们,他更清楚地向我们宣告并印证福音的应许。 这应许就是,他出于恩典,因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献祭,把赦罪和永生赐给我们。 那么,圣道与圣礼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的信心聚焦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做我们得救的唯一根基吗? 诚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导我们,又借着圣礼向我们确认,我们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祭。 基督在新约中设立了多少圣礼呢? 两个,圣洗礼和圣餐。 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吧。 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感谢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白白的恩典,你将祂的顺服,你将祂的公义,将祂的圣洁归算在我们身上。 好像我们自己做成了这样的顺服,做成了这样的圣洁,好像我们就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在你面前被称为义。 所以主,我们为着这样的白白的恩典而感恩,主,你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生发真正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也必然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果子。 所以主,我们求你来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在今天来明白你在这个药理问答里面所向我们显明的这些的真理,让我们来更好地理解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可见的神圣的标记和印证。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封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的吧,这个领域叫做,有一个专有一个专门的神学的名词,叫做Means of Grace。 Means of Grace,翻译成中文,有的时候翻译的是蒙恩的管道,或者叫做恩典诗形的管道,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恩典传播的媒介。 嗯,对,恩典的媒介等等。 那,嗯,这里面你看到药理问答,先把称义的这个教义把它展示出来,这个是福音的核心。 然后呢,他已经阐明了唯独音信称义的教义。 接下来他56问就问,说这个信心到底是从哪来的? 如果我们是唯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来称义的话,那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 信心是不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产生出来的? 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我说我想要信,我这个信念很坚定,我就可以自己产生这样的信心? 还是说这个信心是上帝的工作? 也就是说最终我们在这里面药理问答所否定的是,信心是人本,人自己产生的工作。 信心是上帝,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嗯,所以信心从何而来? 这里面回答是,信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生发的。 所以你说这个怎么会?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亚敏念主义跟改革宗之间的神学当中的一个区别。 亚敏念主义所宣称的是,上帝的预定是基于上帝预先看见你会相信。 但亚敏念主义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 在他们的神学系统里面,他们会说,上帝不是信心的作者,上帝不是信心的来源。 人自己是信心的来源。 所以上帝先看到你自己会产生这个信心,然后上帝来拣选你。 但是这个,这个从整个宗教改革的历史来看,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宗教改革的教导。 在海德堡药理问答里面回答得很明确。 这个信心是圣灵生发出来的。 以复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以复所书的时候,我们之前点到过这个问题。 以复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这,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这所涵盖的是前面所说的一切。 也就是包括信心本身也是神所赐的。 那么圣灵如何在我们心中生发信心? 圣灵怎么在我们心中生发信心? 圣灵是完全不借助任何的方式,不借助任何的媒介,不借助任何的工具。 在我们心中就是像一个,像一个雷一样啪劈进来,然后你就,你哪怕是就是坐在一个地方,然后没有上帝的话语向你宣讲,没有上帝的圣灵向你施行的时候,你就突然就产生了信心吗? 那这个,我们当然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加尔文主义者,我们相信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是顺时的,是超自然的,是奥秘的。 所以,所以,它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顺时的动作。 但是同样,作为一个,呃,重要改革的,呃,继承人,我们也相信,圣灵使用,呃,媒介,圣灵使用,呃,管道,途径来,来,来,来把他的恩典施行出来。 那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恩典的管道的这个概念。 圣灵的恩典的管道,是,是指哪些呢? 看要刘文达的回答说,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在我们心中生发这样的信心。 然后借着圣灵的施行,去巩固他,兼顾他,兼顾这个信心。 所以,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蒙恩的管道是,简单的说是word and sacrament。 圣道,道和圣礼。 道和圣礼,或者叫圣道和圣礼。 但是更准确的说,更准确的说,这个道不是任何一般性的道。 这个道里面有两部分,对吧? 你还记得,上帝的道有哪两部分? 上帝的道有哪两部分组成? 这个也是重中之重。 把这个印到你的脑子里。 如果你知道这个了,你就知道了解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 上帝的道,路德说,上帝在圣经里面有两句话。 加尔文说,上帝的话的解经的最高的原则,最高的艺术,是知道这两个字。 贝萨说,对于基督教一切的吞噬和腐蚀,就是因为不懂得区分这两者。 上帝的道里面有两部分。 这个不是想要去这个难为你们啊,这个真的,把这个记住。 上帝的圣道里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上帝的律法。 一个是上帝的福音。 把这个记住,印在你的脑子里, 使尽,使尽的往你的脑子里,印这两个字。 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什么是律法? 如此行就必活着。 如此遵行,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Do this and then live 什么是上帝的福音 我已经为你做成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It is done 所以一个是to do 一个是do this 一个是it is done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态 一个是命令式 律法是上帝的命令 一个是陈述式 是陈述上帝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一个事实 所以要里问大家说 圣灵借着什么的宣讲 在我们心里生发信心 所以你看这里面很明确 他不是很泛泛地说圣道的宣讲 他说的是福音的宣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讲台 只讲律法 而不讲福音的话 这个讲台没有办法流露出 使人产生信心的这样的能力 所以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今天我们要这么强调 其实在维米斯的信条里面 提到的是圣道这个概念 当然我为什么是这样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律法和福音的区别 而是因为他们要说明的是 我们既要宣讲福音 也要宣讲律法 这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海德堡要里问答 也就是一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的时期 产生的要里问答 非常非常的强调这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坐在一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产生信心的 为什么 你说我也听圣经被宣讲啊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产生信心呢 原因就是 那里面宣讲的只有律法 而没有福音 或者说他们把福音宣讲成了 一种律法 他们把福音变成了一种律法 路德说 他当时在读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 他很气啊 很生气 他还没有成为改教家之前 他还是一个修士的时候 他说很恨上帝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每次读到罗马书的时候 或者我读到这个时候 我说上帝你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律法当中谴责我 也就够了 为什么你还要在福音当中 还要谴责我 也就是当他读到说 上帝的 上帝的义 如今在律法之外 向我们显明 但是他认为 上帝的义 指的是上帝 公义的要求 在律法之外 也就是在福音里 还向我们显明 所以甚至在福音里面 上帝还是要求我们 要去做 要去 do this do that do this do that 所以他说 我很恨上帝 我在福音里面 也没有办法找到安慰 但是后来他明白一点 也就是被称为路德的突破 所以他说 我终于有一天发现 当我 当我看到那一点的时候 他说我看到 上帝的意志的 并不是上帝要求我们 去行出来的意义 他们说上帝的意义 在律法之外 向我们显明指的是 上帝的意义 白白地加给我们 那个意义 作为一个礼物 在律法之外赐给我们 也就是在福音里赐给我们 所以路德说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他说 我好像仿佛看到 天堂的大门打开了 所以当福音正确地宣讲出来的时候 圣灵就会使用这个福音 在我们心中生发信心 然后接下来 圣灵也会使用圣礼 去兼顾这个信心 所以圣礼的使用 也是有着一个 属灵的真实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圣礼不 在这里面圣礼 接下来66文就说了 什么是圣礼 我们都知道圣道是什么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继续多说一点圣道 这里面圣道的形式是什么 你看你说 我说圣道是什么 就是圣经的话 对不对 这里面 药理问答非常强调 是圣道的宣讲 所以不是 不仅仅是你自己在那边 读圣经就可以了 不仅仅是你自己 去在网上 这个 看一些文章 看一些解经的这些文章 当然那些对你是有帮助 但是圣灵 所使用的蒙恩的管道 特别是 是这个宣讲道 这是为什么你 一定要周日去教堂 一定要坐在那 听一个人 对你宣讲 这个宣讲是 宣讲的这个形式 是圣灵所使用的 特别使用的 不仅仅是你自己去看 我现在这个圣道 然后66分 说 为什么上帝设计成 一定要以一个宣讲方式 就好像我曾经参加过 一次天主教的 像你 黑撒养 他们就是读读经文 嗯 读读经文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不能够知道 为什么上帝一定是这样做 对吧 但是 你可以 你可以从圣经的整体来看 上帝使用 什么方式去创造万有 上帝使用说的话 是一个宣告似的 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所以这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宣讲出来的一个行为 来创造万有 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说话的上帝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话 其实这个在这个 在希腊文里面 logos这个词 并不止 并不是特别指的是 这个书写下来的文字 那个是logos 更更多的时候是翻译成speech 这个是logos的意思 就是就是就是讲出来的话 所以 其实 太初有道 那个道 那个字指的是上帝宣讲出来的话 所以同样上帝 为什么使用宣讲的道 来做工 就是说当一个被神所暗立的 这个话语的仆人 去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 就等于是上帝亲自说话 所以就就就就能严重到这个地步 就能严重到这个地步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说 信是从什么来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吧 所以信心是从听而来的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然后hearing comes from 什么 the word of Christ 听道 那里面中文翻译的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你说 他在说什么 他是在说 当你在教堂里面 听一个牧师宣讲 关于宣讲基督的话的时候 就等于是基督本身在宣讲 所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而不是听道是从讲 关于基督的话来 是基督的话 是基督本人的话 所以那个分量是有多重 那个分量是相当相当重 所以一个人站在讲台上 所要承担的审判 为什么不亚多说 你们做师父的 要承担更重的审判 因为你是在代表基督说话 你是基督的代言人 所以你说的每一个话 每一句话都要在基督面前负责 基督说 这是我说的话 我要对我百姓说的话 OK 那这个是圣道 是吧 66文圣礼 圣礼是什么 圣礼是什么 你上一次听到圣礼这个词 是什么时候 所以你不是经常在福音派教会里面 听到圣礼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这个词让人感觉好像是很高派的 但圣礼这个词 我们要留给大家回答说 什么是圣礼 圣礼是可见的神圣的标记和印证 所以定义圣礼也是 首先一个是可见的 visible 然后一个是holy 所以visible holy sign 和seal 这几个词都非常的重要 首先是可见的 然后是神圣的 然后它是标记 sign 一个标记 或者一个记号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seal 什么是一个seal 什么是一个seal 对 一个封印 一个印章 印章印到一个信上 把这个 就是在古代 如果你去传一封信 滴点蜡 把拿一个印 印到那个蜡上 把这封信封住 所以就是 确定这封信的作者是谁 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首先可见的 所以可见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 手可以碰到的 那它之所以是可见的原因 是因为它要标记 我们所不可见的恩典 恩典你看不见摸不着 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你说我怎么能够 我怎么能够确定 我有这个恩典 需要一个可见的标记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是sign sign是可见的 visible 然后呢 它所标志的是signify 这是被标记的东西 是不可见的 所以你看圣里是可见的标记 上帝顺利他通过使用它们 他可以更清楚地向我们宣告 这就是可见性 可见的标记所带来的 我们可以讲 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赦罪 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他的赦罪的恩典 为我们的灵魂提供 他是生命的粮 他是这个 我们的灵魂的这个 一切所需的都是从他而来 我们可以讲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人 被水洗净 那个场面对你来说是直观的 对你来说是可见的 你就看到了上帝的恩典 怎么在这个人身上 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洗净他 那你看到那个洗礼的水 洒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仿佛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血 洒到他的身上 当你看到一个饼 怎么去喂饱一个人 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基督的身体 怎么样喂饱我们的灵魂 所以这个是可见的标记 代表着不可见的被标记的实体 被标记的就是上帝的应许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提到福音的应许 是被标记的东西 所以圣礼 首先要说的是 圣礼是人的工作 还是上帝的工作 如果是圣礼是标记着福音的应许的话 圣礼是律法还是福音 如果你把这个 按照这个 律法跟福音的这种的 概念去理解的话 圣礼是属于律法 还是属于福音 圣礼是属于福音 圣礼是 对我是在肯定 圣礼是属于福音 我的表情是不是很迷惑你们 你都get到了 这个太难得了 因为接下来这个 如果你把它归到正确的类别里面 你就知道 圣礼到底在干什么 圣礼不是我们 去做的一个工作 然后来到上帝面前 可以讨一个上帝的恩典 圣礼不是我们 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为了来赚得上帝的恩典 圣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圣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 可见的福音 圣礼是可见的福音 可以这样说 圣礼所标记的 所清楚显明的是福音的应许 然后接下来66文又给你重新解释了一遍 怕你不记得福音的应许到底是什么 这应许是什么 这个是圣礼 所向我们宣告的 那接下来这个 这个sign我们可以理解的吧 它是一个标记 就是比如说你去 你要你要找这个 这个我家 对吧 你会你去看路牌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路牌 你看到sumberlain 那个路牌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路牌 就等于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那个路牌那个标记 就和它所被标记的那个实体 有一个联合 对不对 你看到路牌 虽然你假如你第一次来 你从来不认识 但你看到那个路牌 你就知道我到了 所以标记和被标记的实体 是联合的 但是接下来除了这个标记 这个词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词 印证 那印证这个词就更加的重要 为什么 也就是说 圣礼不仅仅是向我们展现出来 福音的应许 圣礼是上帝使用的那个印章 把这个福音的应许 印在我们身上 也就是说 透过圣礼 一些真实的事情发生 一些真实的属灵的事件发生了 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我希望你们可以能够理解 就是说 圣礼不仅仅是让我们 从我们头脑上感觉好像 想到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当我们吃圣餐的时候 我们并不仅仅是单纯的 怀念耶稣 为我们死 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纪念 祂为我们死 而是在 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 我们是真的吃到了 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 是真的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印证的一个 一个 一个作用 像一个印一样 这个饼 这个杯 像一个印一样 把福音的应许 真正的印到我们身上 那这个我们 在后面谈到圣餐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来谈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 要对圣理有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理解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要有一个high view 也就是圣理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圣理是上帝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 上帝赐给我们这种 获得他恩典的途径 我们应该主动的 乐意的 去经常的使用 那67问说到 圣理的目的是什么 圣道跟圣理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 问的就是已经 不能再明白了 对吧 有的时候要理问答 不仅仅是告诉你 怎么回答问题 要理问答更重要的是 告诉你怎么问问题 你看他问题 问的是非常非常的长 他说圣道跟圣理的目的 都是为了把我们的信心 聚焦在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献祭 作为我们得救 唯一的根基吗 你只需要回答 是的 就可以了 对吧 圣道跟圣理 是赐给我们的目的 是要不断地 把我们的眼睛 聚焦在耶稣基督神上 聚焦在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上 如果一篇讲到 没有把耶稣基督 呈现在你面前 如果一篇讲到 让你想到的 更多的是你自己 给你做一些 人生的规划 给你做一些人生的 这种的coaching 然后让你怎么 学会更多的理财 让你有什么更好的 这个人际关系 等等等等 这篇讲到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有圣理 如果你有圣餐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经历过 我是个人有经历过这样 就是当一篇 完全没有基督的讲道 讲完了之后 开始领圣餐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尴尬 就会感到 突然你 突然你突然感觉到 有些不对 你会感到 刚才那篇讲道 完全没有在讲基督 然后我们现在 在纪念基督的死 这个圣理 和刚才所讲的那个道 有一个错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 经常的使用圣理 经常的使用圣餐 会帮助我们 不断的回到 这个福音的应许当中 也会帮助这个 教会的传道 传道人 讲道的人 来约束自己 不讲别的 只讲耶稣基督 你永远都会有 圣理会印证 你所讲的道 你所讲的道 会更加帮助你 去领受圣理 所以圣灵 在福音里面教导 又借着圣理 向我们确认 向我们巩固 如果一个圣理 事情的时候 没有办法巩固 你所之前讲的道 那你那篇讲道 是失败的 最后就是圣灵 在新约中 设立了几个圣理 确定吗 确定只有两个吗 坚真理算不算 坚真理 你有没有听说过 在福音派教会里面 有人做坚真理的 孩子长到18岁 过来做个坚真理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天主教 这是天主教的七大圣灵里面的一个 你们有没有去过福音派教会 有一个洗脚礼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洗脚礼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 基督在新约里面设立了几个洗礼 几个几个圣理 两个 哪两个 洗礼和圣灵 只有这两个 如果你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 他说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圣理 不管它是什么 你都要从那个教会赶紧跑出来 所以讲到新约里面设计 之前有一个 你最近就有一个目的 讲讲中话的目的 这种问题很吵出来了 嗯 之前来过我们的 哦 Daniel 他跟我讲一个 记忆跟他认识会的疑似 然后到情形回去 记忆跟他认识会的疑似 因为他们会说 你不是进的 所以你要 你受过几个圣灵 所以你要进来才算 嗯 那 他们说 都很吵杂 嗯 那我现在 现在我的问题是超好 对洗礼的话 像说 所谓的 我知道自己的士气 可是像有些教会 他要求别的会有会 你要好 你要受 像这个记忆跟他 一定要进来才算 嗯 那个我们当时 到讲到洗礼的时候 我们单独来讲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嗯 简单的说 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上讲 其实我们是受害者 说白了 也就是说 是 是 进行会的人 不认为 露得宗 改革宗 圣工会的洗礼 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会认为 进行会的洗礼 是合法的 所以你看 不是说我们在批判他们 而是说他们在批判 我们所做的洗礼 不够纯洁 嗯 也就是说 嗯 从 但是我们会 我们会说 他们的洗礼 也是 正确的洗礼 只不过 他们 嗯 他们的洗礼 不够 不是按照圣经来说 是纯洁的 嗯 那当然这个 这个问题 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辩论 所以 所以在 在今天 这个时候 我觉得 我们没有 没有时间 去把它展开 继续说 对 我们下次来 来主要讲洗礼的时候 我们再主要来谈 这样 所以你在哪 能知道 耶稣基督在 新约圣经里面 只设立了这两个洗礼 不 我怎么总说洗礼 只设立了这两个洗礼 耶稣基督在哪 设立了洗礼 能不能记得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怎么样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施洗 所以在 大使命当中 耶稣 设立了洗礼 这是耶稣基督 亲自设立的 明确的 OK 他在哪 耶稣基督设立了 圣餐 最后晚餐 对吧 饭后他 对吧 他拿起饼 拨开 这是我的身体 然后拿起杯 说这是我的血 所立的心愈 所以我们有 圣经明确的 地方 教导我们 只有这两个 是基督明确设立的 你说坚真理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我们一个小孩 长在教会里面 长大了 他也受过洗了 那他现在要成为 要去领圣餐 对吧 我们是要求他 要做一个公开的信仰告白 对吧 所以那个公开的信仰告白 有没有圣经的依据 有没有圣经的依据 其实我宣告 你是不是要 你是不是相信上帝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教会的教导 等等等等 然后你说我相信 好了 你可以成为领圣餐的 这个成员 所以那个信仰的宣告本身 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 你成为领餐会员 你需要做一个信仰告白 你不可以 没有信仰告白 而去领圣餐 对吧 所以 保罗也叫我们 如来到主的桌前 什么样的人 能够来到主的桌前 你必须要省察自己 省察什么 省察你是不是 一个真信徒 所以你不宣告 自己的信仰 你是不可以来到主的桌前 但是这个信仰的宣告 是不是基督 在新约里面 所设立的圣礼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圣经没有 没有提到耶稣 设立这个作为圣礼 耶稣没有设立这个 作为圣灵 施行救恩的途径 所以我们是应该 让孩子做信仰的告白 但是这个信仰告白 不是一个圣礼 天主教的问题就是 天主教把很多好的东西 没错 是要做信仰告白 但是信仰告白 不是兼兼兼信礼 没错 你可以去举办婚礼 婚礼是很美好的 但是婚礼也不是一个圣礼 你应该去悔改 你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 甚至你可以来到牧师的面前 去悔改自己的罪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忏悔礼 这个不是一个圣礼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它不是圣礼 因为什么 因为圣礼是福音 有形的福音 那些东西没有 圣灵没有应许 要借着那些事情 去施行它的旧文 所以那些东西不是圣礼 今天问题就是 很多福音派就是 同样的思维方式 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就把它弄一个圣礼出来 最后洗脚 有圣经的依据啊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被门徒洗脚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那样说 你们如此行就要纪念我 对不对 所以那个洗脚的事情 是一件好事情 是一件表达出我们彼此相爱 可以可以 但是那个不是基督所设立的圣礼 好吧 今天我要讲的 其实就到这 就是一个 对给大家一个 蒙恩管道圣礼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 然后接下来 我们会进入到 具体的圣礼 也就是洗礼和圣餐 那你会发现 要理问他用了很多的笔墨 在写这一块 洗礼 然后包括婴儿洗的问题 然后圣餐 包括基督的临在的问题 包括和这个 天主教的弥撒礼 之间的关系等等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们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去预习一下 看一下这些问答 会对你们很有帮助 我觉得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你刚刚讲说 讲到信心的部分 你说 圣灵在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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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英文里面 你讲那个圣灵 在英文里面 它是用来的 比较 比较 CREATE 所以这里的英文翻译是 WORKS WORKS FAITH 其实就是 那个是一个新创造的过程 所以不能用 这种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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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可 不会像我们的 他 我就起来 我觉得 我觉得你只要 你只要明白 这个 这个首先 这个信心的来源 是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 conceive这个词 你会带来一个 接下来 你还 你还要 要怀孕一段时间 对不对 你还要 你还要等一段时间 然后才deliver出来 算是 算是真正成型的 对吧 那 当然 我觉得 圣灵在 生发这个信心 是顺时的 那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你可以 在这个用词上 我觉得 我没有感觉说 有什么不妥 但是就是说 OK 这个不是药理问答 所用的词 对 就是 但我觉得 没有什么不妥 因为 我刚刚想到 这个是说 这个信息 造成的 它是有 对 但我们 我的额分 是证明 证明在我们 内部 然后造成的 那这个信息 就是这个 状况的过程 对 因为这个 这个信息 是要成长 是要 有 继续发展 对 所以我才想到 可以 这到底是 不业 like a moment 还是说 这个 是的 是的 所以你是不是还要涉及到反堕胎之类的问题 开玩笑 所以你们有没有get到这个蒙恩管道的问题这个概念蒙恩管道的概念 就是讲道不是一篇个人演讲 对 讲道也不是 讲道是上帝使用的途径 他把他的恩典借着讲道来分拨给他的百姓 对 像我前两次去 还有可能的教会 都有 所有人都到 对 对 对 每周对 yeah yeah 这个 这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相信 上帝会借着圣餐 把他的恩典赐给你 那么你多久想要一次 上帝的恩典 对啊 越多越好 对不对 所以一般像有这种比较 比较 high view的这种的 对胜利有high view的都会是weekly 其实这是加尔文想要的 加尔文当时想在日内瓦执行这个weekly communion 就每周都领圣餐 但是是因为日内瓦的这个这个示意会不同意 所以所以他们最后是保持了一年四次 就每三个月一次 但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章程里面 就是我们整个宗派的章程里面是规定至少每年四次 这是一个最低标准 但是往上涨的话 就是各个教会可以自行决定 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非常对胜利非常明确的概念的话 我们是应该经常的去使用 那是因为你在一个weekly的教会 所以Pastor Sattel也是这一派的 属于对胜利非常的重视的这一派 我们讲圣餐的时候会专门讲 因为他们的辩论的焦点主要是圣餐 或者你可以回头去找我们的第一讲 就是在整个简介的过程当中 我花了挺多的时间去讲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应该是在第一讲 应该是第一讲 所以其实海德堡 这药理问答也是 因为它是十年前这个城市刚从路德总变成改德总 所以这个问题是药理问答非常着重讲的一个问题 教会作为这两个门管道事情的地方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圣礼 就是一定要是有护照的这个身身之人员才能来不是阿玛阿玛 不是平衅着说都可以了 就是给你画个写赛 我给你洗一下 你会不会比如说 比如说你 所谓的圣职人员是指的是 这些人被案例出来 分别出来 专门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 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 都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你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到会幕面前去侍奉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跑到会幕里面 去杀一头牛 或者怎么样 是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些事情 只有立位人 只有祭司 才可以在那里面侍奉 所以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到了新约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 都是君尊的祭司 对不对 所以旧约的那些的影子都过去了 但是同样的 在新约教会里面 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 升上高天的耶稣基督 他资给教会这些职份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教师 有牧师 所以这些职份的设立 虽然不再像是在旧约那样 但是这种专门的职份的设立 也是同样的有这种延续性 也就是就像在旧约当中 有专门做祭司的 有专门做君王的 有专门做先知的 同样在新约的教会里面 有专门做执事的 有专门做长老的 有专门做传讲上一个话语的 所以这个三重的职份 在整个新约和旧约是连贯的 不是所有的人 都被呼召出来做这件事情 有一部分人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相信 这个饼不是普通的饼 这个饼是神圣的饼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杯不是普通的杯 是基督的宝血 那他们这些饼和杯 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 来供给我们来用 那同样来执行这些胜利的 也应该是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的人来执行 所以如果我还没有被安利 我是不可以执行胜利的 我可以讲到 但是我的讲道 准确的意义上来说 不能叫做preaching 在英文里面 如果我还没有被安利的话 而是叫做exhortation 叫做劝勉 翻译成中文是这样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不同 因为可能你站在讲台上 去讲一篇道的时候 你可能感觉不出来 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从一个技术性的角度 从一个本质性的角度来讲 一个没有安利的人 一个弟兄上台 不是在宣讲上帝的话 而是在劝勉 劝勉弟兄 所以他所讲的话 并不能够作为一个蒙恩的管道 来对待 而且他也不能够举手祝福 必须是安利的 安利的这个牧师 才可以举手祝福 这是在一个按照次序来做的 一个教会应该有的 凡事是按照好的次序来做的 那你说那有什么区别吗 对吧 一个人按不按利 对吧 反正都差不多 当然这个有一个非常 是一个过程 对吧 就比如说一个医生 他从医学院毕业了 然后他去实习 对吧 他也可以跟着这个 主刀的医生跑过去 然后去可能主刀医生 你把这个缝一下吧 然后他也去缝了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他也正在练习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还不是主刀医生 所以他不能接一些 不能接这些case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培养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就是在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比如说现在 我现在是在实习 对吧 所以我是实习牧师 但我还并不是真正拿执照 就是我真正被案例的状态 这是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 所以我现在对你们说的 讲的不是讲道 虽然你们可能有的时候 感觉我的这个情绪上面 有点像讲道 但是这个不是讲道 对啊 对啊 对我 你可以说是讲课 但是不是讲道 因为上帝的道是宝贵的 所以要把这个 所以如果你非常重视这一点的话 我是不敢随便乱讲的 而且你们作为上帝的百姓 也要非常珍视上帝的道 如果你跑到一个 如果你去一个教会 你看到这个教会的讲台 你看到这个讲台的质量 可能有的讲台 真的很珍视这样上帝的道的讲台 要好好珍惜 但是有的时候 很多这种讲台是 不是很重视上帝的道的 你要为这种讲台哭泣 要有这样的心智 作为基督徒 我不是说作为基督徒 那就是你说的 比如像confirmation这种 东西就是 它不能存在圣语里面 但教会还是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 这个professional faith 就是公开的信仰宣告 也就是说 他和其他的进入 新加入教会的成员 是一样的状态 就是他需要宣告他的信仰 然后成为领参的会员 我们基本上 不会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就是为了防止 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胜利 因为很容易 你想如果天主教 可以发明出来这些的话 你觉得我们不会陷入到 这样的试探当中吗 当然会 所以 很容易就陷入到 这样的试探当中 一试探当中 都会容易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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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领的问题 因为刚才看到 这个试探的部分 嗯 因为在一般的 这个部分大家 就可以自由活动开了 我们就可以比较随意 我们就 这个问题单独来 我先把这个关掉好了 我先把这个关掉了 好